很多献祭的肉 本来是给大祭司吃的 或是给我们吃的 结果两个儿子呢 献祭还没献完就把肉给抢去吃了 我们不要去献祭了 爸妈说什么 我们去献祭献给谁 献给上帝 虽然是大祭司吃 他儿子吃或是我们吃 可是我们献的是谁 献的是上帝 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献祭 所以这样的一种顺服的榜样 这样的一种谦卑的榜样 这样的一个对准神的榜样 深深的刻在 撒姆尔年幼的心灵深处 所以我们非常会感谢神 他的爸妈有敬拜祷告的榜样 又有献祭和归顺的榜样 来我们看七章三节 我非常喜欢这个字 撒姆尔记上七章三节 所以我大高中就用了这个动词 非常重要 好 来 七章三节请念 萨姆尔对以色列全家说 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 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塔路 从你们中间除掉 专心归向耶和华 单单的侍奉他 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力士人的手 很清楚告诉我们 有两个字 归顺 大家说归顺 归还和顺服 所以撒姆尔从小到大看到爸妈 有什么反样 该归还给神的 就要归还给神 摩西律法十分之一 加出手之物 都要归给神 都要归给神 何况 好多人 哇 一碰到建堂奉献啊 结果呢 我怎么这么惨啊 一来到教会就要收建堂奉献啊 其实是惨还是福啊 大魏王 他何等盼望为上帝建造圣殿啊 出钱出力准备建造圣殿啊 可是我们好多好多的华人教会 要建堂啊 你知道吗 好多好多人 他就离开教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要建堂的教会呢 常常会教大家做什么 奉献奉献奉献 就一来听讲道就讲奉献 大家就不来了 可是呢 哈拿全家 虽然大祭司 有点老朽 有点昏庸或糊涂 大祭司也曾经伤害哈拿过 他明明是认真的迫切的正常祷告 大祭司当他做什么人 不正经的喝醉酒的人 所以他受伤很大 可是他依然选择去圣殿做什么 敬拜神 他不是去敬拜大祭司 他是去敬拜上帝 他依然选择去献祭献给谁 他知道献给上帝 但上帝规定是说 最好的肉是要给大祭司吃的 所以感谢神 因为家庭的教育 父母亲的榜样 对上位影响非常非常大 所以从第一个大关告诉我们 撒木尔学习聆听上帝的声音 是先要学听谁的声音 先听爸妈的声音 所以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 虎毒不食子 没有一个爸妈 对他生出来的孩子会叫他说 你呢 长大之后当强盗 当小偷 当流氓 有没有这样的爸妈 从小教孩子说 你去偷去抢 有没有这样的爸妈 何牧师可能咕噜搞闻 盗墓球也只还没听过 那但是呢 每一个人都有良心 所以基本上呢 这样的爸妈几乎是少之又少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那撒木尔的爸妈呢 他的确从小到大 要教撒木尔 要敬畏上帝 要敬拜上帝 要祷告上帝 要献祭给上帝 而且要归还和顺服 大家说要归还顺服 上帝是造物主 你是受造物 受造之物 是要物归原主 请问谁是原主 创造者 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 敬拜他 献祭给他 这是应该的 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哈拿的父母亲 每一次的献祭 不是心如刀割 每一次的献祭 是欢喜感恩的 有机会奉献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明白 撒木尔的原生家庭 是非常棒的家庭 虽然 哈拿被伤害 可是他 心中 没有耿耿于怀 他所受的伤害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真正 在基督耶稣里面 能够得着真自由 得着完全的自由 第二个 撒木尔 他从小到大 是被祭司教导 因为 他的妈妈 当他断奶的时候 就把孩子 撒木尔 送到 送到大祭司那里 要让他 从小来服侍神 那神看不见摸不着 就透过服侍 大祭司 透过服侍 这个至圣所 圣所 会幕的里里外外呢 就是服侍上帝 所以 等于他进了一个 学校读书 我刚才讲过 以利跟他 两个儿子呢 其实 在当时来讲 就学区 就学校 就老师来讲 都不是好的 甚至是不好的 如果孟母碰到哈拿 孟母一定会跟哈拿讲说 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儿子 撒木尔 送到以利那里去 因为他两个孩子 是坏到极处啊 会把你的孩子带坏 可是哈拿的信心 不是建立在 这个学校上 他的信心建立在哪里 他的信心跟盼望 也是建立在上帝自己的身上 所以求助帮助我们 我们晓得 我们中国 几千年来都有一个道统 从这个文武周公 然后孔孟 一直到这个秦汉 唐宋元明清等等 一直有一个道统 这个道统呢 其实都是信有神的 不管春秋战国时代 他信的是独一神 到后来是 所谓的满天神佛 头上三次有神明 中华民族 基本上所有另外的少数民族 基本上都是相信有灵界的 可是话说回来 经过十六世纪 一直到二十世纪 你知道吗 文艺复兴 理性主义 大大的兴起抬头 没有想到 一向相信有神的中华民族 竟然被 马克思 恩格斯 这些人 把所有的这些神明 当成牛鬼蛇神 全部扫地出门 中国彻彻底底成为一个 无神的 唯物的 你想想 怎么可能呢 几千年的传统和道统 就被进化论 被唯物论 被马克思 给全部洗脑了 哎呀 感谢主 如果没有宣教士 来华的牺牲奉献 办学校 开医院 咱们很可能 你我现在还留长辫子 对不对 你我现在还穿长跑马褂 对不对 请问你目前穿的 西装是中装还是西装 请问你目前常吃的饭 是西餐还是中餐 请问你目前的车子 是当年的三轮车 手拉车还是汽车 请问你所受的教育 不管在中国和美国 你目前所受的教育 是我们当年传统的 四书五经的教育 还是最现代化的 最跟国际接轨的 这个科技教育 所以 中华民中国之所以 能够现代化 能够全球化 多亏是许许多多 来中国的宣教士的摆上 哦 我有一张PPT哦 告诉我们 你知道宣教士 对我们中国 贡献有多大吗 大家晓得 很多很多 这个中国的名牌大学 其实都是谁创办的 都是宣教士 那钱从哪里来 都是宣教士 自己的钱 加上他在欧美地区 他自己的教会 弟兄姐妹们的奉献 在中国 无论是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各种医院 都是宣教士 办的 所以 求助帮助我们 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 传福音的宣教士 几百年之间 几乎都是用 办学校 开医院 在传福音 那 一直到 二十世纪 理性主义 带给人 实在更多更多的 绝望 痛苦 跟堕落 沉沦 所以 开始开始 就有一些 醒悟过来 发现说 人是有灵性的 人是有追求的 人是在可目 永恒意义的 所以就开始 更多更多 去探讨灵界 正因为 整个世代 从无神 唯物 理性 一直到 转化成 一个注重心灵 注重永恒 关怀 灵界 所以 灵恩派 就兴起了 所以在 十七世纪到 二十世纪初 没有灵恩派 所有的教会 都是什么 都注重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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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福音 也是透过什么 办学校 开医院 没有什么 医病赶鬼 方言 预言 一直到二十世纪 初一夜 中一夜 开始 灵恩派 兴起 灵恩派 兴起之后 你知道吗 就所谓的 很多很多的 群魔乱舞了 就无法分辨 到底是 圣灵声音 还是 邪灵声音 还是 人的声音 所以 我们感谢主 祭司 以利当年 有很多很多教导 后来 撒末尔 他懂得分辨神的声音之后 撒末尔 自己也开了先知学校 所以我们来看 被祭司教导 就是以利呢 对 撒末尔 当然有 正面性的教导 什么是 正面性的教导呢 先教导 以利 要读什么话语 大家说 摩西五经 这是正面的教科书 所以犹太人 必须要读的 好 以利 当然要教导 撒末尔 如何 献祭 如何献祭呢 当时的会幕 有至圣所 有圣所 还有外院 外院有 铜祭坛 有洗灼盆 所以 本来 铜祭坛 洗灼盆 和 陈舍饼 和金灯台 金香炉 都是老祭司 跟他儿子 要做的工作 结果现在 有小徒弟来的话呢 你知道吗 所有工作 变谁做了 变小徒弟做了 所以小徒弟呢 就要去学 如何献祭 献祭之前 要把牛羊 给杀死 放血 剥皮 剁块 之后呢 又恢复原状排列整齐 放在同祭坛上 而且摩西律法规定 祭坛的火 不可熄灭 所以 萨姆尔这个学徒呢 就必须要怎么样 要学会杀牛杀羊 剥皮剁块 然后摆放整齐 而且祭坛的火 不能熄灭 所以 沙姆尔是一个乖乖乖乖的孩子 他一定听话 一定让火不熄灭 接下来 洗灼盆 就是祭祀要进 圣所之前呢 要洗手洗脚 那洗灼盆 水少了 谁加水 萨姆尔加水 脏了 谁换水 萨姆尔换水 所以萨姆尔有很多工作要做 都是正面的 该主修的学分 好 接下来就是进圣所了 圣所有 有橙色饼的桌子 橙色饼呢 要放12个饼 要揉面 然后呢 要烤饼 然后要摆放整齐 六个一排 谁做 小小萨姆尔做 那金灯台 金灯台呢 我们晓得就是 就是 一他连德 打造出来的 是打造出来的一个金灯台 七个盏 其中中间这个是比较高的 我们目前所看到图画 所看到的各种器具呢 几乎都是平的 圣经是说中间的是高的 因为中间那个代表耶稣基督 所以求主观众们 和墨士读圣经是非常认真的 所以 萨姆尔呢 他要让金灯台的灯 在晚上呢 一定要点着 而且要发亮 所以当灯变成江禅的灯火 请问 萨姆尔要做什么 要去修剪 可能有残渣 可能有杂质 那些灯垒 要除去 让它能够烧得完全 烧得光亮 一年才能进去一次 所以 如果是 以利 让 萨姆尔睡在约会 睡在至圣所 这也是违反圣经的 但是到底如何 我们到天上去问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比较倾向是 萨姆尔呢 可能就睡在约会旁的圣所 但是话说回来 萨姆尔都不能进 至圣所 因为萨姆尔 他不是大祭司 他只是小学徒 包括 大祭司 以利的两个坏儿子 也不能够进 至圣所 可是这两个儿子 既然坏的话呢 常常交女朋友 一碰到漂亮的姐妹啊 就要跟她勾肩搭背 就要跟她勾合 然后呢 就要表明自己多神气的 哎呀 我带你去啊 今天半夜 我带你去 去看约会 你知道约会 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啊 大祭司 才能一年看一次啊 你偷我的福啊 你认识我是你的福气啊 所以呢 今天晚上 我带你去看约会 结果 小萨姆尔听见 这两个坏儿子啊 竟然做这种荒唐的事啊 就会跟谁告状 就跟以利老师告状 以利一听到 之后说什么 我的儿子 不会这样的败坏 不会的 不会的 就纵容 就包庇 就姑息养奸了 结果 萨姆尔呢 在这种权威之下呢 他如何明白 什么是善道 什么是正路呢 所以感谢神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 第十二章二十三节 告诉我们 毕竟 祭司的正面教导 一定对萨姆尔有影响 因为萨姆尔的根基 从小被爸妈 已经建立得非常的稳固了 来我们来读 第十二章二十三节 这句声音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这四个字 是萨姆尔非常非常战孤的 非常非常用心的 十二章的二十三节 来请读 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 以致得罪耶和华 我必以 散道正路指教你们 所以他在学校 接受祭司的教导 他知道 老祭司和两个儿子 到底是散道还是恶道 到底是正路还是邪路 可是 萨姆尔选择什么 大家说 散道正路 请问你选择什么 现在事丰日下 道德轮上 世界潮流呢 是非常非常败坏的 比方说 男跟男 女跟女 可以结婚 你是 什么样的看法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归回圣经 以神的真理来看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坚持的 散道跟正路 所以 萨姆尔老师 在正面方面呢 当然是 对萨姆尔 有许多 散道和正面性的影响 我相信 老祭司绝对不会去教 萨姆尔乱来 所以你可以 进约会呀 把诗人座打开呀 看看约会里面 到底是放了什么法板啊 还是什么东西啊 他绝对不敢的 老祭司也绝对不会 让这个小小萨姆尔呢 就是活又熄灭 灯呢 也不点亮 所以老祭司一定按照 摩西律法的规矩 叫他要尽善尽美 要完全遵守 但是呢 无法想象 萨姆尔的旁边 就有两个 比他年纪很长的 他老师的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上帝说什么 我们来看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十二节 你看 人说你好坏 还无所谓 这两个儿子呢 上帝说他是恶人 以利的两个儿子 是恶人 不认识耶和华 他不把神当神 他把自己当成神 把祭司的一个权位 当成他最大最大的神 所以以利呢 他有两个儿子 你知道吗 我们从以利 替他两个儿子取名字 就发现 这个家庭是有问题 大儿子叫做和福尼 名字的意思是 打拳击的老师 拳击师 大家说拳击师 和牧师给自己的孩子 取名叫和宣恩 和宣君和宣心和宣义 对吧 至少要跟圣经 跟福音 跟真理有关系 结果这个以利 是个大祭司 给孩子取名叫什么 和福尼 是什么意思 纯吉师 这什么意思 老二呢 他叫菲尼哈 菲尼哈的意思是 铜管乐器的那个口 比方说喇叭 是个铜管乐器 喇叭那个大口呢 就是菲尼哈的意思 你说祭司啊 祭司啊 你怎么给孩子 取这个名字呢 你每天叫 和福尼 就叫什么 陈吉师 每天叫 菲尼哈 叫什么 这个喇叭大口 你说这个什么意思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萨姆尔 他旁边有两个坏孩子 这个坏孩子呢 一言一行 请问 会不会 有行无行的 对 萨姆尔 有所影响 请问后面有 有 当然 敬诸者赐 敬莫者灰 但是 对于一个好孩子 他会 见贤 思奇 见不贤 自行 三人行 必有 我失焉 所以 萨姆尔 他从小到大 的确在想说 我的 老师 对不对 就有点昏庸 有点糊涂 那他两个儿子呢 又是这么的任性 缺德跟败坏 到底 我是不是要 顺服 权柄 可是摩西五经 非常强调 权柄 人 要顺服神 也要顺服 摩西 然后 在家里面 儿女 要顺从 父母的权柄 在学校里面 学生要顺服 老师的权柄 然后 在夫妻婚姻当中 请问 谁顺服谁 是妻子 要顺服 丈夫 有夫权 所以 这是摩西五经 很清楚的教导 所以萨姆尔知道 我是一个学生 我必须要顺服谁 我要顺服老师 我的老老师是以利 我的小老师是谁 是两个儿子 可是两个小老师呢 竟然 教他怎么样 教他做坏事 甚至有可能 这两个老师 还教他说 哎呀 来 我也带你去看约会 我曾经打开约会 看到里面是法板 等等等等 哇 实在是堕落败坏 但是呢 萨姆尔 应该是 应该是不会 进至圣所的 所以我认为 萨姆尔不是睡在约会里 约会 约会旁边 不是睡在至圣所 因为萨姆尔是一个 非常近前 惧怕神的人 至圣所是谁能进去 大祭司 多久能进去 一年才能进去 一次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真正晓得 萨姆尔并没有 因着他的老师的两个坏儿子 而有负面的败坏的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说 看第二章 二十六节 圣经对萨姆尔有一个评论 二章二十六节 请念 孩子 萨姆尔 渐渐长大 耶和华 与人 越发喜爱他 人喜欢你 可能有一些利益的 利害的关系 可是神喜欢他 这可是有福量 而且是越来越喜欢他 所以萨姆尔 在成长过程当中 曾经被他两个儿子 有所影响 到底什么是福全品 到底什么是善道 什么是正路 但是呢 他选择 摩西五经 上帝真理 所教导 所启示的 就是要敬畏 要顺服 要敬拜 要献祭 所以神和人 越来越喜欢他 耶稣基督也是一样 神和人 喜爱大家的心 都如何 都一同增长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有儿女 我们做父母亲的 需要有这样的盼望 跟祷告 就是你的儿女 不要单单得老师 或朋友 或同学的 或父母的喜欢 最重要 还要得谁的喜欢 得神的喜欢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来 我们回到大纲 看第三段 就是 萨姆尔 他被上帝教导 被上帝教导 非常非常重要 萨姆尔记 有两句名言 第一句就是 听命圣于献祭 大家说听命圣于献祭 来读 萨姆尔说 耶和华 喜悦 繁祭和平安祭 所以 萨姆尔知道献祭很重要 知道上帝是 悦纳献祭的 但是 如果要比较 献祭 和 听命 萨姆尔说什么 他已经学到功课了 他说 岂如喜悦人 听从 他的话呢 所以萨姆尔一个结论 上帝教的 听命 胜于献祭 顺从 胜于 公羊的旨油 十篇的 第五十篇的十三节 告诉我们 难道上帝 会吃 这个牛的肉 会喝羊的血吗 上帝当然不吃这些 上帝是个灵 要这么快 感谢神 来我们来一起念 去 我起吃 公牛的肉呢 我起喝 山羊的血呢 我们再看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所以十篇五十篇 十三节和二十三节 都有非常宝贵的 凡以 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 得着 我的救恩 所以感谢主 我上礼拜讲到 撒姆尔记上 是第一次提到 受高者 尼赛亚 也就是基督的 圣经当中的 第一卷书 第一次提到受高者的 所以非常感谢神 那我相信 哈拿呢 他得着这样的 一个感动启示 讲到有受高者 我相信他的妈妈 也会跟 撒姆尔讲说 有受高者 有受高者 受高者是什么呢 就是君王先知和祭司 所以一个要成为 被神使用的仆人呢 一定要被上帝亲自教导 所以 撒姆尔学会了 就是要听命 胜于献祭 要听神的命 我们晓得 神的命到底是什么 我们一般讲 就实践很清楚 然后再讲就是 旧约跟新约 全本圣经66节书 已经包罗万象 已经把天 地 人 时间 空间 神 何鬼 的过去 现在 未来 全部讲清楚了 听懂吗 就不需要有 任何其他的 启示 被再一次 当成圣经了 听懂吗 所以圣经 的新旧约 已经 启示 完成了 就不需要 目前再有 新的 圣经 出现 话说后来 东方散电派 他号称是全能神 东方散电派 他为了要 符合所谓的男女平等 目前的时代潮流 然后特别讲说 两千年前来的基督 是男的 现在呢 基督也来了 因为 耶稣说 我必快来 然后旧约新约 也告诉我们说 耶稣要再来 他说 东方散电派 说什么 他说 我就是 那个再来的 耶稣基督 我们不要再等 耶稣已经来了 就是我 而且 神爱世人 目前 这位再来的基督呢 是用女性 出现的 代表神 爱男人 神又爱女人 男女平等 所以现在呢 我就是全能神 我就是带来的基督 你知道吗 他这种理论啊 不但席卷 全中国 而且海外的 许多华人教会 都被蚕食 金吞 大大影响 我们教会有好几个人 曾经被他们 带去 哇 请你吃饭啊 帮你很多忙啊 然后呢 你就好像认为 他们是真基督徒了 他们最后跟你讲说 我们的全能神啊 才是真理 我们的全能神啊 好 是 好 是 再来的基督 你不要这样 捧耶稣了 他就是基督 我们的全能神啊 请问你 圣经大 还是神大 请问你 先有圣经 还是先有上帝 哇 你知道吗 你一被问这个问题啊 你就被搞了糊里糊涂 到底是 先有圣经 还是先有上帝 先有上帝 到底是神大 还是圣经大 神大 所以啊 他这么一讲 他就说 所以神直接对我说话 神给我很多很多 新的认王 新的启示啊 我现在传讲的 末世真理 我现在传讲的 进神国的救恩 好 才是唯一的道路啊 真理生命啊 所以现在你一定要信我 单单信耶稣不够 一定要信我 所以这种 标心利益 好像让人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让人实实在在 真假不分 实在感到混淆视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 圣旨驾到 所有人要怎么样 跪在地上领受圣旨 然后打开圣旨说 奉天成运 皇帝赵曰 点点点点点 亲此 不得有物 有物者怎么样 斩 请问上帝的圣旨 目前都写在哪里 写在旧约跟新约上 已经完全了 已经有代表性的 已经有绝对性的 已经有原则性的 虽然某些细则 因着时代空间的变化 当年上帝没有讲 可是呢 全能神 东方斩灵败 就说 就说什么呢 他说 圣经之外呀 神当然说话 而且 神 是比圣经大的 所以 我 全能神 目前领受很多很多 神的话 虽然跟圣经有矛盾 以我的为准 我的 是超越圣经的 我的 是不被圣经限制的 因为上帝本身 是不会被他自己的话语限制的 似乎有理 可是呢 似是 而非呀 你说 皇帝 他的决定 他的所作所为 会跟他的圣子 矛盾 冲突吗 会不会 肯定不会的嘛 是不是 你知道吗 全能神 他们出版了很多很多书 在1995年的时候 全能神 就到 当年我家 做家庭教会的时候啊 他就送我六片CD啊 当年CD是刚开始有 还是卡赛的时代啊 他就用CD 而且到处送 很漂亮的 而且送我了好几本书啊 结果我留下一本 其他本就给我们其他人去看了 结果其他人看完之后 觉得说 不忍足读啊 因为是 荒唐谬论啊 我读了之后也觉得说 这什么东西啊 他怎么会是全能神 他说的话 就是圣灵的声音吗 我实在觉得 不敢领教 然后呢 其中 你知道他某一本书 某一段话是这样写 他说啊 圣经啊 旧约跟新约 都是老 老德 发料梅的书 对圣旨 如此亵渎 如此的亲慢 如此的不敬 你说这个人是代表 圣灵在说话吗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的确要分辨 我们基督徒 要听圣灵声音 要像沙姆尔一样 先从摩西律法 先从旧约新约听 然后把这些logos 靠主的恩典 转化提升成rema 提升rema之后呢 也许神会直接对你说某些话 但是神常常是不走捷径的 你不能因为说 哎呀 我呢 就直接跟神打交道 我要直接听神的话 我不要读圣经 读圣经又多又长 好麻烦 好复杂呀 我就直接跟神说话 那个是本末 倒是先后 怎么样 先后顺序也错误 听懂吗 神的秩序是什么呀 先听圣经的话 再听神的话 我举个例子 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 很爱传福音 也很爱读圣经的一位 刚信主没多久的一个姐妹 其实我对她印象非常好 我也是常常祝福她的 这个姐妹呢 有一天说 她看见异象 她说啊 我们当年没有搬到这里来之前 我们是在 在王子街的一个商业大楼 她说 她看见异象 她说我们教堂里面 好多好多死鱼呀 结果她就把这个意象 告诉了一些人 结果有些人就人心惶惶 受到影响 啊 何不是教会的 都是死鱼呀 哇 后来呢 就 何师母听到了 何师母就祷告之后呢 就发现 哦原来 神 让这个姐妹看到的意象是 这些来到教会的人 本来都不信耶稣 都是死鱼 可是来到教会之后呢 因着我们传活水的福音 这些死鱼都变成活鱼了 又翁又跳 所以解释意象 重要 我们多年来 把多少多少的死鱼变成活鱼 Amen Amen 弟兄姐妹们 你现在是死鱼还是活鱼 如果你是咸鱼 不会翻身的咸鱼 大家晓得咸鱼死鱼 不会逆流而上 他是顺水而下 走世界的潮流 我们都是活鱼 我们有能力逆流而上 我们有能力不被世界的地心引力 给影响 给制约 我们不是向下沉沦的人 我们是逆流而上 我们是有翅膀飞翔的人 哈利路亚 所以呢 你来到这里 死鱼的要变成什么鱼 变成活鱼 所以呢 你的亲朋好友 有好多好多人 都是还没有信耶稣的 顺流而下的死鱼 你要把它带来哪里 带来活水 得圣教会 得心生命 得心能力 让死鱼变成活鱼 所以解释意向中重要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聆听神的话 要被圣经教导 神的话 基本上都造就安慰劝勉 连神透过神人先知 给以利的警告 我们来看第二章二十七节 神是非常爱以利的 神也是非常爱以利 这两个儿子的 虽然他们的名字取 全集师 什么这个铜管乐器的口 取得不伦不类 但神还是非常爱他们 所以神透过神人 来我们来读二章二十七节说 有神人来见以利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 做奴仆的时候 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 所以神是会显现的神 来二十八节 所以在以色列众志拍中 我不是拣选人 做我的祭司 使他烧香 在我坛上献祭 在我面前穿以福德 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伙计 都赐给你 附加吗 所以神提醒说 以利亚以利亚 你是亚伦 你是大祭司的子孙后裔 那么尊慧的神圣的职份 我赐给你 可是你为何践踏 这样的职份呢 我所吩咐 现在我居所得基务 你们为何践踏 他提醒 他警告 以利亚以利亚 你尊重你的儿子 过于尊重我 我们目前很多很多 做父母亲的 你信主之后呢 你把你的儿子 当成神 你知道吗 你把你的儿女 看作比神还重要 你的整个生命 跟生活的重心 全部是以儿女为重心 不是以神为重心 你知道吗 所以这都叫做什么 尊重你的儿子 过于尊重我 将我名 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 匪己呢 来看三十节 所以神已经透过神人 来对以利说预言了 目的何在 照旧安慰 叫他快快回改 叫他快快回改 然后我们继续看 因此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说 我曾说 你和你父家 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现在我却说 警告他了 绝不容你们这样行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看重他 藐视我的 他必被轻视 所以神已经那么清楚的 借着神人对他说预言 结果他还是不悔改 后来神又直接对 撒木尔又说预言 撒木尔也的确把神说的 原话 原汁